有鑑於低放射性核廢料 常年在蘭嶼島上 对亚美族人的危害 政府因于任何形色损害 进行补偿 由立法委员田秋景 跟潘万安为发起人 并由民进党 其他所有立法委员 联署的蘭嶼核廢料 储存损害补偿条例草案 已经出炉 并且民主进步党 将视为本会情最优先法案 要送进立法院公决 草案的重点综合有五项 第一项是医疗权益 对于蘭嶼因低放射性 废弃物致病者 必须有充足的医药资源 跟人员提供治疗跟照护 并且安排达误民众 定期的健康检查 第二项必须建立 蓝嶼民族发展共同基金 新台并一百亿元 第三项本条例主管机关 为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 第四项自民国七十一年 五月十七日 核废料迁入蓝嶼时 至本法执行前 因低放射性废弃物影响 儿治病者或财产 因此受损失达误居民 都必须每月发给补偿金 或赔偿损失 第五项本法实行后 三个月内 政府必须拟出核废料 签出计划 并举行公厅会 两年内 必须将核废料 完全搬迁离开蓝嶼 核废料放在这个蓝嶼 然后这个最惨的是 蓝绿两党的总统 都答应要把它离开 不但一桶 连一桶都移步走 甚至于越弄越多 九万多桶经过减准之后 变成十万多桶 那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事实上就是 田丘警说 核电厂就像是 没有厕所的豪宅 而核废料 就是这些排泄物 这些排泄物 不是堆积在豪宅里 就是往别人家里丢 这应该要适可而止了 他还表示 根据宪法第五条 各民族一律平等 以及第十五条 人民之生存权 工作权及财产权 应与保障精神 核废料都不应该 就这样放在蓝宇 既然伤害已经造成 无论是哪一个政党 都应该要支持这个补偿条例 台湾电力公司 核能沟通小组表示 台电回馈金计划 有完整的规划 把回馈金发放到 蓝宇族人手中 台电目前会遵照这个计划 继续实施回馈金的发放 对于立法委员提出的草案 则表示目前不方便 表示评论 民进党起出全力的补偿条例 是否会被其他正常认同 在立法院通过 只能拭目以待 记得国内五六台北市 采访报道